說回去年五百年一遇的黑雨 其實都令全港市民操守不及 不止路面水浸 有些商場、地鐵站都浸了 我想那個情景是大家都沒有預計到 而且早個禮拜剛剛掛完十號風球 所以當日大家都很戰線經兵的心情 看看這次這場仗有多困難 其實我們有個措施 我們確保了同事在安全地方 就開始在家工作 當日也有很多客戶打電話來 例如他們的航班取消 行程延誤 或者家居場或已經有損失 有些客戶打電話上來 他們那個鄉台一直在浸 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有些是爆了玻璃 現在可以怎樣 都很危急 聽到我們都很緊張 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同事在這一刻他們都很鎮定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預備 關於一些惡劣天氣 所以他們都安撫約客線 最重要就是 然後看看情形 有什麼轉介 我們可以讓專業人士再跟進 其實客戶就會安心很多 然後告訴我們 那一刻他們都覺得我們很專業 其實當日都會有 其他部門自動打電話來問 沒有任何可以幫到手 或者在其他支援 他們都很願意去幫忙 例如第二天 雖然是星期六 我們都看到情形比較惡劣 我們都照樣是工作 我經常的同事都很支持回家 都有不少的同事 其實他們都很深深感受到 我們客戶服務的重要性 大型的事件 或者一些水災發生的時間 那麼緊急的時間 我們真的可以幫到客戶 他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我自己都是一個有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我都很明白一個新手媽媽 她當她小朋友突然間有病的時候 真的拿手不成小 是一個使命感 可以幫助客人解決他們的問題